法国11月即将在加纳举办第六届二十国集团峰会 二十国峰会将探讨改善非洲发展策略的一系列举措 我们来看详细内容 最近来自二十国集团成员国和国际金融机构的一些决策者 齐聚在华盛顿的全球发展中心 讨论了非洲的经济增长招商引资的方式 以及如何加强非洲食品安全的问题 法国国际合作部长德兰古尔说 食品安全是最关键的一体之一 农业很重要 农产品在未来十年内要增长70% 才可以满足未来新增人口的需求 粮食价格上涨已经成为非洲一大问题 而二十国集团粮食专家苏西诺·西姆说 他相信11月份就会找到解决粮食价格浮动问题的答案 我们希望关注小生产者 因为我们确信农户应该是任何发展中国家 制定食品安全策略的核心 西姆说 农夫们需要更容易地获得贷款 市场风险管理工具和相关技术等 尽管有这些挑战 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的负责人伊丽莎白·利特菲尔说 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向非洲提供贷款 十年前 中国、印度、巴西、土耳其都还没有在非洲直接投资 而是为那里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贷款 就算金融危机没有太大影响 但是仍提醒了我们金融危机对西方国家的影响很大 但是对新兴市场的影响则要小得多 许多人认为新兴市场将持续增长 现在每个人都认识到这一点 在过去十年里 非洲是投资者获利最大的国家 这是许多人没有认识到的 利特菲尔说 新开发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 90%都在发展中国家 在非洲主要是乌干达、加纳和东非 这对投资者而言是一个好机会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